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味的程度肯定让你垂涎三尺 尤其不可错过明文侠儿的行竹米粉 走过百年历史岁月 阿诚老店世纪传 现在很高兴邀请第四代叶老板来谈谈 我们就维持一贯的做法 然后品质一定保证好 然后东西用最好的给客人吃 然后维持这种热忱的服务态度 所以我们能维持的世代而不变 传承我爷爷我爸爸这样下来 然后我是希望说 我用我们最热忱的服务 弄最好吃的东西给客人 然后像我们都有一种做法 就是说我们会看这个 比如说这个客人是工人的样子 他希望吃得比较饱 我就弄比较大碗给他 然后或许说这个是日本女孩子 就比较喜欢小而美的 我就弄比较精致的给他 依客人的不同我会做一点调试 然后还是用最好的东西给客人吃 古古经典 人潮穿梭 横跨两家店面 客人若意不绝 老店历经百年岁月的考验 依旧超人气 这里的正殿之宝除了炒泥粉外 还有古早味的石井汤 每天新鲜现做的贡丸汤 以及独一无二的鱿鱼肉羹 这三样东西是从真主妇时代就开始卖 所以也最得口碑 早上六点就开始五点半就要开始准备东西 六点半开始卖 一直到晚上十点钟 每天的营业时间大概十六七个小时 真的是一般工作人的两倍时间 像我们冻完一定要热的温米猪肉 那个肉餐会送来我们这边 然后我们在家里有整个机器 然后一起做出来以后 然后再送到这边来 所以那送到这边来已经大概六点半了 所以送到这边来都是 每天都是最新的 最新鲜的东西送给每天的客人 我们每天卖到虽然是说十点 但是我东西没卖完绝对不回家 一定把今天的东西全部卖完才有回去 所以我每天来的东西是一定最新鲜的 然后其次我第二米粉会好吃的原因是 我一天分成三次时间去炒 早上炒一次 中午再炒一次 晚上再炒一次 晚上那一次就是做最后的调整 看还要几十斤这样 一定是今天把它卖完 没卖完不回家 高高跌起像做小山的米粉 不一会儿功夫就卖完 涛客就是冲着这一位而来 说到这个炒到金黄色褶的米粉 看似简单 没有上等的食材和老到的经验 绝对无法料理出米粉的精髓 无法炼制的米粉 所以吃起来特别Q 再加上老板用五花肉 蒜泥等调制而成的独闷卤汁与肉罩 简单俊勇的滋味 紧紧迁徙着涛客的味蕾 最出名的就是炒米粉 我们的米粉一定用手工的米粉 因为新竹是有新竹风 所以我们新竹风的做出来 米粉会特别Q 我们这一家到目前为止 还是维持手工的米粉 我们捷服用那种机器风干的 然后我们的贡丸 目前前新竹只剩下三家用打的 我是其中一家 像一般的贡丸都是用搅拌的 我们是维持传统温体猪肉下去打的 所以我们的贡丸是特别的Q 所以您任何人来 我都有把握 您去别家试看看 吃好吃再来买 除了口碑的炒米粉 精彩的美味 还有这里才吃得到的 古早味十几汤 有筍丝 猪皮 鱼浆等丰富的食材 缠入勾芡的汤头 滋味比较清爽 添加了胡椒香调味 更添食语 新竹在地的特色小吃 肉圆也撑得上一绝 QQ的外皮 柔中带进 内部包覆着乳过的肉块 再加上店家特资的酱汁 形成美味的组合 另外这里的鱿鱼肉干 是以大骨熬汤 加上鱿鱼 竹笋 白菜等十多种配料 不只美味 更是物超所值 我们的鱿鱼肉干也很特殊 我们的鱿鱼肉干里面有加鱼酥 淡酥 还有肉干 木耳 鱼根 还有竹笋 融融融融融大概十种左右 这样就是一碗卖三十五块 走过一世纪 来自新竹封城的经典美味 坚持最好的食材 遵循传统做法 传承不变的古早味 老店也逐渐交棒给下一代 期许代代相传的新竹米粉 能够传乡下一个世纪 我们下期许代相传的新竹米粉